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ウェイです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興味があります 那 興味就是兴趣 我想这个之前也有教过 大家应该有学过一点 但这一次呢 稍微深入一点的学 就是多看例句 然后也要看一下 生活绘画里面怎么用 那先解说 你 興味があります 它的意思是 对某某有兴趣 通常某某的地方 要加名詞 或者动词的话 一定要改成名字的句型 就是 出书型加こと 那我们直接看 两个例子 第一个 私は日本語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私は日本語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这个 私は 是通常给省略 那 日本語 日文 我对日文有兴趣 日本語是名词嘛 所以直接可以加 这样 日本語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OK 好 那再看一个 私は 食べること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私は 食べること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我对 吃 这件事情 有兴趣 那 食べる 是动词嘛 但是在这里 把它改成名字的句型 所以 动词 出书型 食べる 然后加 こと 吃 这件事情 OK 吗 好 食べること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所以 动词的话 一定要改成 出书型加 こと OK 好 那我们多看例子 了解一下 好 第一个 我对日本的电影 有兴趣 好 这个怎么说呢 日本の映画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日本の映画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对日本的电影 有兴趣 OK 好 那看第二个 我对 唱歌 有兴趣 对 唱歌 这件事情 歌うこと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歌うこと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歌います 唱 这个的出书型 歌う 然后加 こと OK 好 看第三个 我对政治 没有兴趣 对政治 没有兴趣 怎么说呢 政治には 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政治には 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政治に 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也可以 但 为什么 加 挖 呢 通常 绘画的时候 我对政治 是 没有兴趣 就是这样 回答的时候 要强调那个 前面的东西 所以会 加 挖 这种 情况 比较多 好 那看 第四个 我对 这一堂课 是 没有兴趣 怎么说呢 この授業 には 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この授業 には 興味がありません OK 所以 ありません 否定 OK 那看 第五个 你对料理 有兴趣吗 你对料理 有兴趣吗 好 比较直接 之前 上面的 都是 就是 比较礼貌的说法 那 跟朋友 怎么说呢 料理 に 興味ある 料理 に 興味ある 那个 加 也是 通常 会 省略 所以 某某 你 興味ある 是 对 某一些 事情 有兴趣吗 那种 感觉 OK 好 那看 第六个 为什么 对他 有兴趣呢 你为什么 对他 有兴趣 どうして 彼 に 興味あるの 也是 会 加 通常 会 省略 OK 好 那接着 看 第七个 你对 什么 样的 事情 有兴趣呢 可能 就是 第一次 认识 会 问 对方 你对 什么 样的 事情 有兴趣呢 どんな こと に 興味 ある の どんな こと に 興味 ある の か 也是 会 省略 什么 样的 事情 OK 好 那 第八个 如果你 对 这个 展覽 有兴趣的话 要不要 一起 去 你对这个展覽 有兴趣 要不要 一起 去 怎么 说呢 もし 展覽 展覽 ノ 興味 が あったら 一緒 に いか ない もし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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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ら 一緒 に いか ない 这个 句子 有点 长哦 所以 いか ない 是要 不要 一起 去 那种 感觉 OK 好 最后 我们 看一下 生活 的 會 话 A說 よかったら明日動物園へ行きませんか 可以的話明天 要不要一起去動物園呢 然後B說 すみません動物にはあまり興味がないんですよ 抱歉我對動物是沒有那麼 就是沒興趣啦那種感じ OK嗎 阿那再看一遍 よかったら明日動物園へ行き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動物にはあまり興味がないんですよ OK 阿那看第二 日本の何に興味があるの 日本の何に興味があるの 對日本的什麼事情有興趣呢 然後B說 這個是思考的 アニメや歴史かな 就是動漫画或者歷史等等 OK 再看一遍 日本の何に興味があるの 對日文的什麼樣的事情有興趣呢 アニメや歴史かな OK嗎 所以呢 興味就是興趣嘛 那生活中常常會用到 所以就是一開始是用簡單的句子學起來 然後慢慢就是練比較複雜一點的 然後也要同時學比較口語的說法 OK 那就今天的課到這邊 好那最後講一件事情 如果對這段歌有什麼意見 請留言給我 或者請教我LINE好友問我問題 好 那大家如果覺得這個影片不錯 就請幫我按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對我的YOTA的線上課子 有興趣的話 就是請看Youtube的說明欄 OK 好 那就今天的課到這邊 拜拜